走吧 我们来卖车了 真的要跟他说拜拜了 对 可能10分钟之后他就当 拜拜 我们今天来提车了 我们等了一年半的Model X终于到了 我们这次选的是白色的车的外观 还有白色的内饰 白色的座椅 看不到 从这里看 我还是进去 我现在要上去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座椅 这个 这个是我们最期待的方向盘 你先放后 我很喜欢这个内饰 就这种木头的 比我们之前的Model 3颜色要深一些 然后我个人觉得更有质感 我呢 嗯 好好看 里面那边是那种菜 对 一二三四四个Texture 高级 不用 然后我喜欢它有那种电锡门的设计 这种是这样的材质 真的好白白色配白色 我的指甲也是白色很配 看一下这个是 这跟Model 3有什么不一样 大一些 然后这个屏幕能旋转 哦 屏幕能旋转 你看刚才正常是这样 嗯 对 它也可以往你那边行 你看 嗯 对吧 嗯 然后也可以往我这边行 然后我这边就更Driver friendly 就我看导航会看得更清楚 嗯 那你那个就比如说 你看它怪党是这样前后滑 它没有这些东西 全没有 嗯 这些都可以托洞应该是 这个发现码好特别啊 好萌 好萌啊 它就相当于没有 它这样的话 你看这没有那个 它这个视野会特别好 完全就 那你后面的门怎么开呢 你说后备箱 不是 就是啊 你可以在这 可以在这直接开 直接quick open 我应该去外面拍 然后你打开 好不好 可以啊 你看它的空调 大家看一下这个窗户的部分 按钮 好 这个开门的部分的质感 手感超好 嗯 好 我现在下去 好 我现在让海哥 把两边的翅膀打开 在这边 还有这边翅膀 起来了 感觉好酷啊 好有 好有科技感 这样的话 我们到时候会把宝宝的car seat 放在这里 就很好把它抱上去 嗯 哦 这里有个屏幕 对 后面有个屏幕 后面可以操作 然后忘了说 我们选的是6人坐 然后中间有一个通道可以过去 给Custle的购物足够 这个是前备箱的部分 还挺大的 嗯 还有那个钩子吗 没有 那是罗兽三 没有那个钩子 买那种 得买一个那种钩子 我这边不想他这个不做个电动 我还是这样管 嗯 但是会轻一些 我们看看后备箱吧 后备箱 你可以用脚打开吗 不可以 没有脚 脚得按那个第三方 哦 就是这样 你第三排座椅可以放倒 嗯 嗯 就是这样子 到时候我们要去买那个 保护的垫 因为摩卡的话 摩卡的毛到这里上面呢 就 而且我觉得那得放个东西 否则你放的东西 可能突然滑下去 嗯 东北侧 对 就打开 这下面还有一些 小心 下面还有一些空间 下面还挺深的 大家看我现在坐在后排 就中间这排座位 然后后面的空间是这样的 到时候宝宝的 卡塞都会放在右边这个位置 那我这里脚下的空间会多很多 因为之前model三还是 就一直后面空间有一些拘束 我觉得 我真的很怕这个白色皮革会脏 我擦这个很好打理 特别好 海哥当时选白色也是做了很多 做了很多功课 说这个比较好打理 我们才敢选白色 好啦我现在回到我的车上 海哥要等那个办保险的去给他装车牌 我就先回家啦 很期待 我们现在想我们的车库放不放得下我们两辆车 不过我这辆车很小 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是新车第一次上路 我感觉 当然空间上肯定比model三大了很多 宽敞了 然后地面回馈也没那么硬了 就是坐起来舒服很多 即使过坡的时候 小坡的时候 还有就是我觉得噪音 是叫路灶吗 对 小了很多 风灶路灶都小了一些 就是目前最直观的感受 第一次坐车最直观的感受 我是觉得宽敞了很多 对是宽敞了很多 之前我手可以很轻易搭在这 现在就 那你用这个方向盘会觉得不习惯吗 稍微有点 但我觉得一周就是 我看起来好像在玩游戏 但这个视野好很多 对 你看现在这个方向盘还在那个calibration 就是在校正 校正度 你看这个有个蓝色 等它跳校正好了 应该可能更好 通常就新车都会这样 拥抱科技 Ebrace the future 现在那个lexus 有一款电动车 新的方向盘已经是这样 对 可能两年内就上市了 我现在转弯已经比刚才开适应多 刚才我每次要先找一下怕按错 比如说我右转比按照我左 但其实它逻辑是一样的 你右转跟刚而不是往上是右转 往下是左转 它其实也是 往下是左转 往上是右转 大家我看很多人诟病是那个喇叭 你点按才行 你这样按是没有声音的 是吗 但我看有人说是这样使劲快速按也是有声音 所以我还没试过 到时候试一下再就知道 开心吗 开心 又兴奋又紧张 生日提车 对